енven 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湘瑗 然後 其實我有點緊張了 所以大家希望不要介意 就是用我足足稿写在手機上面 然後我希望只有我在划 好 然後 我今天會講的 就是我今年去COPE 就我今年參加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是今年的出國代表 然後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我今天會提到的 第一個就是先讓大家感受一下COPE 現場實況是什麼樣的氣氛 然後大家介紹一下COPE到底是什麼 那第二點的話就會是我在COPE 就是我覺得最有趣的三件事情 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會去提到 台灣青年還有國際青年在COPE 到底做了一些什麼行動 那第四點 Talanoa Dalek 就到時候跟大家說 這是一個促進性的對話機制 然後今年的主辦國是斐濟 那舉辦地點其實移到了德國坡 就是因為斐濟它的場地就是很有限 所以會移到德國坡去做活動 然後好 然後這邊就是Bula呢 就是斐濟語的hello 所以叫做Bula Cope 23 這是我的主題 那其實在因為斐濟是海島國家嘛 所以現場其實都會有很多的音樂聲 那我們就一起看一下就是開幕網會的現況 好謝謝 就是短短影片中應該有人發現就是裡面有些人的身材滿好 好 然後這就是這次的氣氛 然後講那麼多Cope Cope到底是什麼 Cope就是 就是會有negotiation還有side event negotiation的話就會是各國代表在這個時候會做談判會議的一個時間點 那side event的話會有就是各國談判代表還有就是我們這些參與的觀察員會有就是開有編會的去分享自己的觀點的一個場合 這邊看到好像negotiation meeting的部分是一個就是很大的一個會議場地 然後在side event的部分就是可以看到會有一些國家館 國家館這邊也會有會有演講 那你可以看到在談判會議中的樣子就是這樣就是非常大型的會議室 大概就可以農到幾百人 那在就是在side event的時候會是這樣子的形式就是我們會做一整排 然後會有非常多的不管是NGO或者是各國談判代表 你都可以在這個時候去聽到他們的觀點 因為可能在談判的時候每一個人大概都只會有一兩分鐘的發言時間 可是在side event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那個談判代表或者是NGO代表 他的更完整的觀點會是什麼 然後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在這一場感受到的就是三大重點氣氛 就是第一個是氣候資金 Climbing Finance 就是其實大家其實都還滿實際的 就是你要做出一些你要改變這個現況 那你必須做一些投資就比如說你必須投資再生能源發展 那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他們這一塊的技術還有資源都比較缺乏 那其實現在在聯合國有一個運作得很好的機制是Green Climbing Fund 其實就是它很特別它的董事會是由締約國的代表 還有甚至還有就是公民團體還有私部門一起組成的 那這個運作在就是在編會上還有在談判會議上面 大家都認為這個運作非常的成功 因為你如果只是由各國談判代表 一直去做協調的話 那其實那個進程會有點慢 你加入了公民團體還有私部門的聲音 它都會讓那個整個的方向更加明確 更加就是更對 然後還有去提升它的執行 還有申請的那些效率 那第二個的話是國際合作與平台 就是今年的氛圍幾乎都圍繞在這上面 就是我們需要這個東西去互相交流一些經驗 還有技術 因為這都是新的東西 那其實在編會裡面就我想要引用一些我所聽到的 像有來自MIT MIT的教授有提到說 像現今大家其實用Google 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是找到你的答案 那在這個議題上面 也就是你會發現通過網路解決困難的速度 會越來越快越來越快 那所以未來會開始越來越倚重用合作來解決所有這些難題 那就像解決期後變遷一樣 然後在CAN的話就是NGO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智庫 聯合智庫的一個機制 他們也去提到說 其實在這項問題上面就是重點會在於就是 國際間互相合作還有支援是support 然後不只是資金甚至你的一些技術還是什麼 都是互相幫忙的 不管是在開發中國家或以開發中國家 大家遇到問題應該都會是相同的 所以要有這個平台讓大家一起去做更多的交流 然後讓這件事情可以更快解決 對 然後 所以在今年的話 有一個為了2018年促進性對話機制 就是做一個opening opening dialogue的部分 這個東西就會是讓 因為巴黎鞋墊已經訂下來了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要怎麼去執行 所以這個dialogue就是對話性機制就會讓所有的各國代表 還有就是NGO公民團體 就是讓大家可以在這個場合互相去分享自己的經驗 然後去做交流 然後去訂定下來 大家應該要一起往哪邊去走 對 好 然後第三點的話就是氣候行動與教育 就是climate action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一定會提到跟education有關 你要去做教育 這部分我想舉個例子就是 在非洲有一個國家 它在推動生殖能源 因為像豬的糞便 它可以是作為生殖能源 那這件事情它必須去讓所有養殖物的人一起行動 那要讓他們一起行動之前 你要先讓它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你讓它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之後 它會更願意投入 而且就是它就會更了解這個狀況是什麼 它更願意去做 那這件事情才有辦法完成 所以其實在climate action跟 氣候行動跟教育是沒有辦法分開的一件事情 而且就是用這個方向去走的話 你會發現這樣所有人民都已經在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給帶來就是政府高層 或是各國代表更大的壓力就是 我們都已經在行動了 那你們到底在幹嘛 就是要讓他們去更知道說 他們可以去做出更積極更高的承諾 因為我們都已經在動了 就是一種概念就是由下往上的推動力量 button up 然後讓使得就是high level的部分 讓他們知道自己該去做出更大的承諾 還有投入更多的東西 那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大家也都有提到一點就是 公眾意識這一點就是大家必須繼續去push 讓大家可以就是public awareness 可以更加大家一起動起來 就是其實在那邊的話就可以聽到就是climbing action 有非常多的組織都已經在做了 你就會發現全世界好多世界角落 非洲東南亞歐美 其實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這邊還想要就是講的就是 其實這三點它有一個共同點 它都是所有的公司部門一起 它不是一個上面的聲音告訴你要做什麼 它都是所有的人都是一個聲音都是一個力量 要去完成這件事情的 這是我在cope最大的感受 然後這其實就我一天啦 就是在那邊其實還蠻忙的就是 早上就是六點半就要起床 然後甚至到晚上十二點多才回到家睡覺 那其實我們在離開會場的時候還蠻多就是 就是各國青年我們看他還從我們面前跑過去 我們會再說欸你要去哪裡 他說嗯他還有事情要做 就是明天他們要到就是negotiation meeting裡面 去做一些發表 所以他們必須把那些他們要講什麼去討論跟寫出來 好所以接下來呢我會跟大家看看就是 我們青年到底在現場做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在青年可以做的事情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可以在協商的會議上面做發言 可以看到就是我們Yungle Yungle的話就是青年國際青年聯合組織 我們的位置在這邊 那其實後面是coachers 就是這場會議的主席 然後我們旁邊做的是歐盟 然後還有就是英國 就是所有的國家這是並列的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會議 對 那除了在寫上會議上發言之外 還有我們可以去跟各國的 談判代表去進行遊說 去了解現況還有提供他們一些解決方案 那剛剛有提到一些side event編會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我們也有在那邊辦了兩場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主辦兩場會議 我們去把我們的東西 我們組織的東西 帶到台上去跟大家做分享 那其實有得到一個很好的反饋 就是甚至在我們會議結束之後 就是有一位法國的也是NGO組織 就是他就來跟我們說 我們在水資源上面好像有多做一點東西 那會想要跟我們做進一步的討論 就是這話就會在side event上面 可以去有這個國際交流的機會 那我們甚至也可以在談判會場 就是可以剛剛的那個會議室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會在旁邊有個區域 是可以讓我們去發起行動的 那我們在場邊有非常多的遊行 就是我們有去參加遊行 然後這是那個COE的話 就是在COE之前的青年聯合的辦的一場活動 可以看到參加的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在這裡面的話就會有 國際青年會在這邊組成一些就是working group 就是針對於所有一些topic 像是剛剛提到的資金的部分 或者是調適減緩 或者是loss and damage 就是損害我們都會在這邊 大家會做出一個working group 那你這些working group就可以去做 比如說你可以在協商會議上發言 或者是你們就要向各國代表 談判進行遊說就會是在這個work group做出的事情 然後我們也會在就是COE的workshop COE在舉辦workshop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 我那時候一起就直接加入了那個工作成員 我是在裡面有當攝影組 就是去幫忙做記錄 然後這是我們舉辦workshop 我們跟了那個馬來西亞、日本、韓國青年一起 我們辦了一場就是亞洲的聲音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起去做意見的交流 然後這場活動在辦之前還蠻感動的 就是其實我們那一場活動實在太早了 然後大家還沒有 來的人還沒有很多 我們必須延後開始 但是已經有人來了 然後有人來了又有人走 然後就不行我是主持人 我就他們就說那可能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請他們留步我們馬上就開始 然後當我過去跟一位就是 就是來自應該是英國的人說的時候 他就說不用擔心啊 我來這邊就是為了你們 所以我會留在這邊 你不用擔心 就是在那邊會 就是會遇到這種很感動的事情 就是I'm here for you 對他們就是希望更了解亞洲的聲音 然後就是我們在那邊的話 因為我們有一起舉辦一些聯合 workshop 那這邊就是我們 國際亞洲青年我們有一起吃飯 大家也吃飯就是超多人的 對然後這就是我們另外一場灑飯 那剛剛提到還蠻多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其實在我們的身份出去的話 我們是主要分享我們的青年觀點啦 那重點就是我們希望有國際交友 還有獲得一些資源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因為巴黎協定要落實 那它必須盤點就是各國做了什麼 那我們會開始進行就是全球盤點三年計畫 我們會出三大狀況情況說明書 就是讓大家可以更知道COP是什麼 然後相關的一些資訊 讓大家知道一些基本的資訊之後 可以一起參與就是監督政府 或是讓政府可以做得更好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這樣去做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剛剛講到 workshop 還有我們在Site Event上面做演講 還有就是交換我們的名片 就是這次的話還跟蠻多的智庫 都有交換到名片 而且他們接下來 就是他們提供給我們很多的資訊 所以這是去了很大的一個收獲之一 然後現在就講到 Tanua大陸促進性對話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為了明年即將開始的 Uniting for Climate Action 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動起來 然後去做出氣候行動 那我想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Tanua這個意思啊 它其實是斐濟語 那它是指這個對話它具有包容性 參與性還有透明度 那這個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分享故事 建立同理心 然後為集體利益去做出明智的決定 這就是Tanua精神 它提出了三個問題就是 Where are we?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哪裡? Where do we want to go? 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How do we get it? 要怎麼去到那個目標? 就會希望在Tanua大陸促這個部分 讓所有的人都去做出這樣的分享 然後讓大家往那個目標去做前進 然後好 基本上其實從這邊就是可以去知道 就是在氣候變天的解決上 每個人都是答案 每個人都是解決方案 那就是不要怕 就是其實大家都一定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呢 看現場那麼多的人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OK 開始行動吧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掌聲給湘瑩鼓勵一下 湘瑩請留步好嗎 我希望大家跟你互動一下 那我們今天現場也準備了一首斐濟的樂曲 我想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放一下好嗎 希望在這個現場重塑一下那種感覺 斐濟是太平洋中的一個國家 他們的音樂風格是這樣 大家聽聽看 好 他們節奏比較慢 所以音樂也會出來比較慢一點 然後我希望在這個輕鬆的音樂之下 大家針對剛才湘瑩的內容提出一些問題 好 我有問題 不過我覺得我應該留到最後 那我是要台達這一次也有去對不對 然後現場也有你們的這個攤位 所以我想台達店待會也分享一下 好 我們就在這很輕鬆的音樂下 先看看在場的觀眾 剛才聽了湘瑩的內容之後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說有沒有什麼意見想要分享的 好 大家可以花幾秒鐘先想一下 好 我想先請台達店文教基金會的代表 來跟我們分享你們在播網看到什麼好嗎 好 這個是我們的計劃專員 詹怡潔對不對 好 怡潔我們早前歡迎怡潔 好 怡潔要不要上台 來 請 好 來 我們三個一起站在台上 來 請 大家好 那台達這次呢其實是 以一個企業的角色去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那我們在那邊看到什麼 其實我覺得剛好我過去 我第一次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其實就是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一起 所以我算是有點從今年的一個角色呢 轉變到一個就是以企業跟基金會的一個角色去參與 對 所以剛好就是有銜接到這兩段 我要讓你們兩個站在台上 因為這有一個心火相傳的感覺 對對對 很開心能夠跟湘瑩同台 然後非常優秀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其實以一個青年的角色去參與 那很顯然我們剛才看到湘瑩她 有帶出非常多行動的這個部分 像是央狗她在做行動啊 她可能就是到了會議當中呢 我們去做一個比較靜態式的唱意 那或者是呢我們在會議裡面呢 直接對各國的官員發表演說 然後向他們做一個政策式的干預 那這些東西呢 它其實都是要靠青年非常積極的行動去促成的 那以一個企業系基金會的角色參與呢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角度會有點轉變 那我個人覺得其實是有兩個出發點是不大一樣的 第一個是我們關心的議題非常不一樣 像青年可能關係的議題就是落在世代恆平跟世代正義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那以企業型基金會來參與的話呢 我們就會看說 那當下企業它可能需要的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還有這個整個台灣社會可能需要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那像台達自己我們是以能源起家 所以我們比較關心的就是氣候變遷會議 然後氣候變遷整個氣候談判的進程 還有一些能源議題 所以在議題關注上呢 我會比較去挑一些可能跟能源有相關的 像是追蹤現在國際上最新的一些資訊 那像國際能源總署 國際戰勝能源總署 IPCC他們在每年的氣候變遷會議上面 都會有一個就是報告跟科學數據的更新 對 那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我們到底到那邊要去做什麼 那像我們今年除了去單純的一個追蹤者的角色去參與會議之外呢 其實我們自己也在會議場上呢 就是有我們自己個人的攤位 企業自己的攤位 基金會自己的攤位 那我們主要就是跟大家講述說 台灣的企業跟基金會呢 在交通還有建築的兩大領域上面呢 我們是怎麼做一個倡議 還有我們自己提供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台達今年在做的事情 對 謝謝一切 而且據我所知 台達店在這個綠建築方面有很多貢獻 目前過去十年好像已經累積了25棟綠建築 然後在幾年前你們去巴黎參加這個會議的時候 也曾經做過一樣展示讓全世界看到台灣這些綠建築 所以這個是企業能夠對於這個議題很大的一個貢獻 因為青年聯盟可能沒有這麼多的資源去做綠建築這樣的事情 以及在國際上讓大家看到 那國際上看到台灣這些綠建築他們的反應怎麼樣 國際上我們當下其實在擺攤的那個過程當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代表或者是一些其他國家的企業代表 都有來拜訪我們的檀位 那他們其實對我們的解決方案都表示的非常印象深刻 尤其是我們25棟綠建築 他們其實很難想像說你們25棟綠建築在2016年 單單的一年就可以省下大概一千多萬度的用電 所以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然後對我們就是自己台達的交通 我們有電動車的解決方案 然後他們也表示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在當下會感覺到他們對我們東西有非常多的興趣 然後也印象深刻 太好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在台灣 我們非常希望被看見 不管是藉由運動 藉由設計 然後如今台達是藉由綠建築這個領域被看見 這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台灣之光 其實剛好我接待一節的背後後面 那個臉書上有一位觀察直播的朋友想要問相應一個問題 也是關於台灣被看見的 這位臉書的朋友說他剛才聽你講到就是說 有一個法國代表對於你提到台灣在水資源上的行動 很有興趣也跟你有一番交流 那想要請你在這方面能不能夠講多一點提供一些細節 你是說關於水資源嗎 對 其實水資源的話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我們在幾年前的一個一場很大的活動水水一擺 那現在這一部分是由台大的氣候行動社 接續接下來的活動 我們掌聲給這位男同學鼓勵一下 來 依姐妳可不可以站在這邊 然後請相應站在中間 台大這位同學站在這邊 這就是真正的心火相傳了 好 那個湘瑩已經畢業了嘛對不對 我現在在工作 對 對啊 妳已經畢業了 然後妳還在學對不對 我現在大三 那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在這一方面是有什麼樣的成果 讓法國人非常好奇 呃 這個我是 這個是怎樣 因為我有看到就是台大氣候行動社 就是最近其實還蠻多場講座的 對 就是那你們目前的那個 我也想知道 像我們哲學企劃就是去桃園的早期 我們關心的是 濕地的生態這一部分 所以之前我們就會去採訪說 台灣可能像最近又遇到說 可能能源液體遇上了濕地生態的保育 那我們可以面臨要怎樣的抉擇 那這部分我們可能就請到中原醫院 就是生態保育中心的人來 或者是說對於能源這一塊 有相關了解的人士來 然後讓他們來跟我們講說 能源跟生態這部分到底要怎麼樣去溝通 然後外加我們最後真的 實際走到桃園的大產藻礁 那我們可能就去問當地人說 對於生態保存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 順便也問他們說 你們大概了解就是 什麼叫做氣候變遷嗎 就是你們對於氣候變遷這幾個詞 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是我們每一學期希望都能夠辦的活動 希望可以就是不只現在在校園 我們更希望可以走入到當地去 跟當地人討論說 到底什麼是氣候變遷 當然說在學院裡面跟學院外面 到底想法是不是類似 把我們想法跟他們想法 互相進行一個交流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 所以剛才妳描述這個案例是在桃園的濕地生態 對這學期是桃園的 這是台灣很特殊的一種地形 所以來湘瑩請補充 我可以補充 就是藻礁的話 是我們台灣青人青龍檸檬我們有去做參訪 那它其實是一種就是 你有聽過珊瑚礁 但大家好像沒聽過藻礁 那其實藻礁 珊瑚就是珊瑚形成的礁 那藻礁顧名思義就是藻類形成的礁 那這其實在全世界來說 它是非常特殊非常珍貴的東西 對因為它代表的甚至是一個 你這個地質的歷史 對它的含義其實是非常特殊的 那這其實是台灣特殊的地形 於是也是台灣優勢 因為全世界很少的地方有這樣 於是很少的國家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有我們可以散播給全世界 這位同學我特別佩服你 我來看一下你叫什麼名字好不好 你的學生鎮剛好在 你為什麼要把台灣大學的學生鎮 掛在身上走來走去 你怕別人不知道你台大了是不是 各位這就是台大被人討厭的地方 這邊我對就是 你講 楊潔替他說句話 就是因為 就是學生鎮很好用 就是因為就是你搭公車搭捷運 或者是有時候阿姨就問你說 有同學有沒有學生看一下 就是可以打折吃飯打折 所以就有時候就嫌麻煩 還要從錢包拿就自己掛身上 所以這個是悠悠卡 跟這個台大學生鎮印在統一張上 對對對 那這是台大發的還是悠悠卡公司發的 台大學生會好像爭取 喔真的啊 好像是這樣 這就是台大令人討厭的地方 連用個悠悠卡都要讓人家知道你是台大的 開你玩笑 我真的目的是要看你的名字啦 這個是台大地質環境資源 地理環境 喔對不起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的林軒佑 其實為什麼我想要特別告訴大家 他叫林軒佑 因為軒佑你不簡單 鄉影是有準備上台的 那宜潔人家已經征戰國際了 你呢就坐在台下 我剛才看到你好像還在寫LINE之類的 那我突然叫你上來你就上來 而且上來看看而談啦 真的一代比一代厲害 我們早上給軒佑鼓勵一下 謝謝 這張照片幫我捕捉一下 好吧 從宜潔交給鄉影 從鄉影也交給軒佑 然後他們把這個氣候變遷的行動 繼續持續下去 軒佑謝謝你 好 那三位請留步 我想針對剛才鄉影的內容 在座有沒有其他 不管是哪個世代的朋友 有問題或是有意見的 我姓林 我姓林先生 從羅東來的 從羅東 真的還假的 真的真的 一路開車過來 沒有我坐客運 我待會兒結束我就要回應 那精神可笑 我從羅斯福路來 羅斯福路 一個字都一樣 非常謝謝鄉影的分享 那剛您的分享裡面有提到一個 公司部門的合作很重要 那就您的經驗 譬如說還有這位 一節 一節經驗 對 你們參加這麼多國際會議 跟這麼多國家的交流分享 那一定經驗很豐富 會帶些東西回台灣 這些東西帶回來台灣之後 怎麼樣提供給公部門 讓他們有所行動或改變的力量呢 好 先把問題丟給鄉影 關於公司的合作 一節當然也可以分享一下 請鄉影 好那我先講 那等一下一節可以幫我做補充 就是其實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台灣青年 在國際交流的經驗分享回來之後 我們是要做出就是 有長達三年的計畫 我們今年第一年才剛開始的 就是我們要做出全球盤點 甚至做出就是台灣自己出的INDC 我們要怎麼去檢視 然後我們會出一份就是我們青年的觀點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起去參與來 讓大家知道就是台灣設的目標 到底對不對 到底執行的程度到哪裡 力度到哪邊 這是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出的一份報告 那可以隨時follow我們 我們所有相關資訊都會繼續出啦 那這個算是私部門 就是說你們這個非營利組織的貢獻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報告 傳遞到公部門 讓公部門正式呢 目前你們這麼多年來行動的經驗是如何 我們最怕我們私部門忙了半天 可是政府單位好像不太理會 對這部分的話其實會想要就是引起大家 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公眾意識 讓大家所有的意識都已經抬頭之後 用自分力量去讓政府可以去看到 那其實我們跟相關的一些政府單位就是教授 其實我們都還有蠻密切的來往跟關係的 那之後的交流大概是可以怎麼樣子 那是不是也有可以有台灣版的Taianoa Dialogue 會有一個會議就是政府 包容性的對話 NGO大家坐在同一個會議桌上 有這個直接對談的機會 謝謝你剛才提出的期許 我們找到了水利署的張組長 我們想要促成公司部門的對話 而且您今天穿著便服而來 所以可以以個人的身分來分享一下 他平常就穿這樣 他平常就穿這樣 水利署是什麼單位可以這樣上班的 沒有公部門現在不太一樣 我覺得公部門其實就是 他是兩個身分嘛 白天的話他是為公眾服務 回家的時候是為小孩為家人服務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我穿這個樣子其實最重要是說 我們很多事情不要只看表象 其實最重要是行動 那我今天來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是自己自費我去報名的 我上網路上 那為什麼一來就是要看我的好朋友 彭啟明彭博士 我從他大學認識到現在 另外就是我就要看我們現在 這些年輕的好朋友們 就是我發現大家對那個氣候變遷 我今天來到線台發現 年輕人對氣候變遷的關心程度 比我們還高 真的 那剛剛你提的問題 我今天來這邊就是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其實公部門對於氣候變遷 也是跟各位一樣 你們聽你們看到的東西 你們聽到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是在同步的吸收 那這一次的氣候變遷 Cup 23 像我們水利署也是我們自己的署長也自己去了 那每一年就是彭博士 他其實也跟我們一起 環保署他率隊 然後跟這個NPO就是台達電 還有我們的年輕的好朋友們 我們都會去會場 會場完之後他會做一個分享會 那相關的資料資訊的部分 會分給各個工部門 像水利署 能源局 環保署等等 透過這個部分 我們會把相關的訊息 盡可能結合起來 我們去做一個行動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事後還是會把這些經驗 分享給工部門各個單位 讓他們能夠了解對不對 一定是的 像今天就在分享 你回去還要寫報告 不只是我們今天早上 就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最近這幾天 大家都在談氣候變遷 工德院啊 什麼什麼等等 大家都在談這些東西 都跟陽光空氣水 其實都跟氣候變遷息息相關 那當然 對 謝謝你張署長 因為你也可以 不讓我們知道你在現場 但你願意 我覺得如果每個政府 單位的代表 都可以像你這樣的話 那我們公司部門之間 溝通就會更順暢 好 我們早上謝謝張署長 謝謝 謝謝 好 好 好 我想要把這一階段的討論 稍微畫下一個句點 不過在湘穎還有一傑 還有宣佑你們三位入座之前 我想要丟出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那這個尖銳的問題也是 臉書上的朋友 剛才在臉書上留言 那雖然他們不在現場 但是他們的意見 其實同等的重要 這個問題 你們可以在我手中看到 這個完全就是原汁原味的 我也不加以闡述了 他想要請問 我們要請問企業以及青年 包括湘穎 以及在座的這些參與 氣候行動的青年朋友們 就是我們每年去參加這個 COP 就是聯合國 氣候地約國的這些會員大會 是否有 關鍵是實質的幫助 和正面的效益 那不管是對於參與者本身 就是湘穎跟您 或是宜潔您 或是宜潔您了 或是說對於其他的人 或是整個社會 或台灣的政府 有沒有這樣的效益 好 所以顯然大家可以聽說 他的問題是說實質 這兩個字 好 這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但是我們不逃避 我們還是看看三位 對於這個問題 有沒有一些看法 好 一傑參與的資歷比較久一點 要不要從一傑先開始發言 好 我覺得實質的幫助嗎 台達基金會是一個企業型經濟會 那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自己掌握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我們也不吝嗇 想要把我們手上的資源 就是分享給社會大眾 那我們分享的方式呢 第一個是我們有自己在經營一個部落格 叫做低碳生活部落格 大家如果對環境議題 氣候議題 能源議題都有興趣的話 真的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可以 就是上這個部落格做一個瀏覽 那我們會有 常常會有非常多的訊息 都會放在上面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我們也有在經營IC直營 那我們的副指引長張揚錢呢 他其實之前就是當節目的主持人 然後就是那個節目叫做 氣候戰役在台灣 然後也非常建議大家 禮拜一晚上七點都可以去固定收聽 對 那基金會其實在每年的COP參與呢 會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把國際上最新的訊息 包含氣候談判談到哪裡 還有國際上一些 就是那些很權威性的組織 他們的報告呢 我們都會把它轉化成一些 比較讓民眾能夠去了解的語言 並且把它寫成一篇 比較完整性的文章 然後放在我們的部落格上面 就是供大家參閱 那因為這些東西都其實都是第一手資訊 然後經過我們自己的轉譯 它變得會比較貼近大眾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會說正面實質效益是 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即使今天我們台灣不是聯合國氣候變遷底下的議員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接觸到這些資訊 那其實從2007年我們第一次參與 然後一直到現在經過11年的時間 那我們寫出的文章 還有包含我們跟不同單位機構所共同和諧 或者是邀請他們來寫稿的這些文章 其實也已經累積到一個程度 那針對有沒有對政府有實質的效應呢 其實我是後來才知道 我去年其實是第一次就是借著基金會的名義 然後去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然後我在回來的時候我就突然發現了 原來現在政府的出國報告 或者是一些就是國營企業他們 也是去參加氣候變遷會議 然後回來寫的報告其實都會參與部落格文章 甚至有時候其實是會直接就是 就是在上面做一個使用 是是很棒 我覺得儀姐你剛才講的一點特別重要 就是說你們基金會會用一般民眾 比較能夠了解的語言去溝通你們所做的事情 以及看到的東西 剛才湘瑩的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會議中 他們很能夠用一種促進式的對話 那大家知道台灣也需要這種促進式的對話 但在促進式的對話發生之前 必須要對基本的詞彙和知識有一些了解 所以你們用一般大眾可以了解的語言去溝通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也謝謝儀姐以及台達文教基金會 這些年來的參與跟共享 我們掌聲謝謝儀姐的參與好嗎 好 湘瑩這個問題你想要補充嗎 關於實質的幫助實質的效應 實質的幫助的話其實有某一層面會跟台達他們做的部落格相關 那其實我們的觀點會是投入更多青年的觀點進去 那我們會做像另外實質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在現場我們還有做一個就是連線會議 我們每年去到現場我們都會有跟就是直接大家互動 讓大家直接感受到 那我會覺得就是把那個氛圍就是直接讓大家可以同時參與這一點也很重要 那我們之後也會產出我們的相關的報告 也是一樣就是透過轉譯讓大家民眾更貼近這個議題 然後那個檢視的觀點可能就不會是企業出發 是我們青年 我們會有我們自己的想法 我們會朝向更激進 然後還有就是世代橫平這一點去做推進 所以湘瑩你也提到跟剛才儀姐不一樣的就是說 你是用青年的觀點 包括你現場這些聯繫的會議 都讓更多年輕人對這個題目有了關懷 我想今天現場之所以有這麼多年輕朋友參加 也就是你這些年來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努力的結果 因為在我們那個時代如果辦一個這樣的活動 大概不會有任何年輕人來 而今天年輕時代對於氣候議題的至少是警覺的程度 已經遠遠超過我們那個時代 所以謝謝你們以及歷屆的學姐們學長們所做的努力 所以你有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嗎 好 那我其實可以試著回答看看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深入大概這兩年 願意迎接挑戰 來回答一下 這兩年其實我從大一開始就陸陸續續續辦這個活動 然後其實我們出發點是從地景 還有邊際土地還有資源的利用上出發 其實在台灣你能使用的土地 大部分都其實都能開發都有機開發的 所以往往就開始往比較不好開發的地方進行地 有比如說河岸土地、海岸的土地 我們要進行天海造路 或是把原本是水域的土地我們要把它進行填平 那就我講的就是我們之前的經驗的話 比如說我們去採訪過了基隆的漁業資源的問題 或是桃園的培塘的問題 那其實就可以發現說台灣其實是需要發展的 在發展過程中你可能就 說我可能土地我需要用 我要把蹄塘進行填平我要蓋工廠 那可能地方的居民 當這些stakeholder他們可能說 現在有人要來我們這邊蓋工廠 他們可能並不太知道說 那地可能就賣給他吧 但他可能並不知道說這些蹄塘底下 他們的水脈是相連的 可能第一方面是污染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是當我現在強降雨降下來了 這些蹄塘他們有涵養水源這些功能 可是你現在把它填平拿來蓋工廠了 你可不知道說這樣子蹄塘它的效用就沒了 那萬一以後遇到這些水災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蠻嚴重的 那就是我們在下去推廣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在當地的一些居民 他們其實可能並不一定知道這些地景 這些邊際土地他們的效用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能要進入到當地 跟他們討論說 他們是怎麼看待他們現在使用的這塊土地 告訴他們他們現在用這些土地是有效用的 那要讓他們凝聚出一種意識 讓他們以後可能再跟資方或是跟政府在溝通的時候 讓他們知道說 他們現在這個土地的重要性是怎麼樣 或者說要怎樣去跟政府溝通說 你們是要使用我們的土地 那我們應該要怎樣好的一個配套措施 避免說以後會發生更多的一些 可能不可預期的一些天災 或是一些人為的災害發生 只是我們希望在氣候邊界推廣的時候 可以讓更多民眾去知道 所以你真的講得很好 我相信台下觀眾跟我一樣 你的口才 你的臨場反應是你的手勢 謝謝 謝謝 你雖然講得很好 但你似乎完全沒有回答我問你的問題 我就是覺得就是 開你玩笑的 所以你跟兩位學姐不一樣的 就是說你們主要是強調 就是說走出校園 進入那個當地那個社區 然後幫助那個社區裡面的民眾 來了解他們所面臨一些獨特的 氣候的問題或環境的問題 這是你們的特色對不對 對 雖然說可能一開始沒辦法 就他們一下子 因為他們有很多 這是需要時間去溝通 所以你們所創造的實質效應 就是讓當地的居民 不管是羅東的或是別的地方的 他能夠深切了解到 他過去可能不知道的這些氣候的問題 對 好 謝謝你們願意走出去 因為在會議室裡面 在圖書館裡面 吹冷氣總是比較舒服的 願意走入當地其實不容易 這件事情 所以謝謝你們創造效應 我謝謝三位能夠站在台上 讓我們看到台灣青年 關心氣候議題的新火相傳 我相信未來會有高中生和國中生 跟在你們的後面 好嗎 好 我們掌聲給三位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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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